好 我们现在用动画的形式来介绍整个开花植物的生活史 现在荧幕中出现的这朵花 你看到根莖叶还开了花 它就是包子体 你们一场常常见到的二恩的包子体 好 这个包子体是二恩 全身都是二恩 根莖叶跟花都是二恩 其中它的花可分为中到外有 瓷蕊雄蕊花瓣二片 全部是二恩 因为都是包子体 好 那其中最重要的构造是它的雄蕊跟瓷蕊 是生殖构造 把它放大来看 那其中这个瓷蕊有柱头花猪跟脂肪 那雄蕊有花药跟花 全部是二恩的包子体 好 我们现在就以瓷蕊为例 瓷蕊中不是有很多的胚珠吗 这个胚珠当然是二恩的 整个花都是二恩的 我们把胚珠放大来 里面会有一颗细胞叫大包子母细胞 它当然是二恩 就整个都二恩 这大包子母细胞会开始形简柱分裂 第一次简柱分裂 第二次简柱分裂 一变四 二恩变一恩 形成四个细胞 其中三个分解掉 只留下一个细胞叫大包子 这个大包子继续进行三次有次分裂 大包子是一恩 一次分裂 两次分裂 再说行三 三次分裂 应该变八个细胞 结果有个细胞 竟然没有细胞质分裂 它就是中央细胞 这个构造叫胚囊 它就是磁配子体 它都单套 好 其中这个细胞就是软 所以当你形成磁配子体的同时 软配子就形成了 好 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磁配子体 又叫胚囊 好 接下来看熊蕊那一边 熊蕊的花药当中 会有二恩的小包子母细胞 好 这个小包子细胞是二恩 它可以开始形简柱分裂 第一次简柱分裂 第二次简柱分裂 两次分裂后的四个子细胞 变成一恩的小包子都活下来 再分裂一次形成花粉 花粉中有两个细胞 管细胞跟生殖细胞 好 这个花粉呢 如果它随风而逝 或被昆虫传递 或被蝙蝠或是鸟传递 它跑到了柱头上面 它就会蒙发出花粉管 那一个生殖细胞 就会分成两个精细胞 所以这时候是三个细胞了 好 精细胞有两个 管细胞一个 所以总共有三个细胞 好 那我们这边 精细胞已经形成了 刚刚的那个胚囊 磁配子体也软形成了 接下来就是两个精细胞 第一个精细胞跟软结合 行第一次受精 那第二个精细胞跟中央细胞结合 行第二次受精 所以这叫双重受精 受精后这整个胚囊 整个胚囊 这外面这叫什么 胚猪直接发生成种子 我们国用就说了 一颗胚猪发生成一颗种子 种子中就会有胚 胚就会继续发生新的子袋 就是新的植物个体 新的包子体 以上这是植物生活史的流程 这样的动画形式之后 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方式 有流程图的方式 刚刚所说的这棵植物 根基叶还有花 它的花中的胸蕊磁蕊 都是2N的包子体细胞 2N的包子体细胞 各自会有大小包子母细胞 行减速分裂 形成大小包子 只是大包子有四个会直接死掉 小包子都会活下来 好大小包子再行有四分裂 小包子分裂一次 大包子分裂三次 就形成两个细胞的花粉 或是七个细胞包的核的胚拿 它们各自是雌雄配子体 那当花粉掉到柱头上 那个生殖细胞会分裂成两个精细胞 形成三个雌细胞 三个细胞就是成熟的雄配子体 而胚拿是成熟的雌配子体 那么两个精细胞会一个跟软结合 一个跟中化细胞结合 行双手受精 受精后这个胚株就形成种子 种子掉到土壤中就模化出新的胞子体 这个圆圈圈就围起来了 形成完整的植物生活式 其中我们把套数整理一下 这个胞子体都是2N 那旁边都是1N 所以2N要形成1N的交界 就是减速分裂 那1N要形成2N的交界就是受精 所以在跳动的文字就是 蓝色里套数发生变化的阶段 什么受2N变1N 减速分裂 什么受1N变2N 受精 其中左上边是2N的 叫做双背体世代 或叫做包子体世代 或叫做无性世代 没有性别之分 那1N的就叫做单背体世代 或叫做配子体世代 因为有雌胸配子 也叫有性世代 因为还有雌胸配子 雌胸配子体 还有受精的过程 只有配子能受精 受精是有性生子 所以这边就是单背体世代 或叫有性世代 以上这就是植物生活史的全貌 我们目前就有一个细节没有讲清楚 就是双重受精后 如何让胚珠发育成种子 这边我们还没听 这我们之后再补 把它讲清楚 之后再讲 但整个植物生活史已经绕一圈了 包子体形成包子 包子蒙发成配子体 配子体产生配子 配子就受精成核子 核子就在种子内 种子内的胚就是核子发育而来的 就核子再发育成包子体 好 以下是植物生活史的整个过程 好 以下是植物生活史的整个过程 好 以下是植物生活史的整个过程